身上了 是啊,英国夜报丝毫不爽 不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杀生 终究会遭受杀业的恶果啊 嗯,对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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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况下 可不可以自己看书 可不可以修呢 像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等 这个最简单的这些修法 可以这样子 这个实际上 这个就是属于是一种 自我训练 在没有上师的指导 但是呢 看书我自己去修 这就是实际上 就是一种自我训练 珍贵的这个修心呢 首先 就是要去挺 挺的时候 就这个还是要挺这个传承 挺传承 然后还要动 整个这个修法 修法动的修法 然后自己去修 这个才是真正的 珍贵的修法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这次 这个 也 也要传一下 这个传承也要传一下 因为我们在佐德 基本上 都是 出了这个对佛学 感兴趣研究 当作一个文化来研究 以外 还有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真正的修心人 向解脱 向往解脱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这个 穿 平时我们 听 这个 轮音带 或者是CD 看广盘 一些 降法的光盘 能不能得到这个传承呢 这就很难了 就是很难 几乎就是 得不到这个传承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传 然后我们通过网络 或者是通过无线电 然后在另外一个 这个房间 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 同不听的话 这个有可能 有可能得到这个传承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时代 就是没有网络 没有无线电 所以佛没有说 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得到这个传承 这方面佛是没有 这方面没有说 所以我们不敢说 能够得到这个 通过这些 能够得到光 能够得到传承 但是我们 在降的同时 就在这个地方 降的同时 通过网络 通过无线电 在另外一个地方 停的话 那就是 实际上 就是有人在降 有人在传 我想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 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传承的 但是呢 我们国局 比如说前几年 或者是在 就是 曾经 江发 就是录带 这个录音带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去停的话 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传承呢 就是不好说 恐怕得不到这个传承 所以这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 先念一下这个传承 我念的是脏文的传承 口传 那内容呢 我们虽然昨天也讲了这个处理性 但是没有详细的讲 但是呢 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 看书 CD 这个 音频 诗频 都可以用 学习的时候 都可以用 可以学 我们可以用光盘 或者是用CD来学习 没有问题 但是传承 我想这样子传一下 这个是 比较 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科考 所以我们先串一下 这个 你们虽然是 这个我讲的是 我念的是脏文 虽然大家听不动 但是也没关系 这个大家 不要水找了 听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声音听到 就可以 先念一下 这个念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讲 今天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可题 就是菩提心 我们就讲 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在将菩提心的修法之前 我们先念一下 这个传承 我现在念的是 这个大圆满的 潜心音道文 普现上是 燕教 这个的这个仪柜 这叫做 凯仙解脱道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我先念一下 这个传承 这个是 吴嘉兴的 衣柜 开仙解脱道的这个传承 我们传了 传完了以后呢 这个具体的修法 我们可以听光盘 通过光盘 可以学习 只要 这个 修法 修行的这种方法 这个掌握好了以后呢 都可以修这个法 但是没有传承的话 还是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先传了 这个仪柜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衣柜是 念诵的方法 这个开仙解脱道 这个怎么样念 我们修佳性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念 具体的修行的 念诵的方法呢 灰灯之光第二 灰灯之光第二 里面就有 大家可以参考 灰灯之光第二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串一下 这个 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营过的过患 这个 轮回的过患 营过不序 这四个的 具体的修法 也传一下 传了以后呢 就得了这个修法的传承以后 大家都有资格修这个法 有资格修 修行的时候 具体的这个修法呢 我们还是要去 第一个 看书 看书 可以看这个 大圆满 潜心 阴道文 这本书 这个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的 另外就是 灰灯之光第二 里面 讲得也是很清楚的 这里面 不太明显的 需要补充的 一些这个修法呢 在灰灯之光第二 里面就有 具体的修法都在 那个里面 可以 我们可以听 可以看书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可以听 这个录音带 网上也可以下载 这个有 声音的文件 引拼 第二 第三 可以听 这个可以看 光盘 可以看光盘 看不说打击 他现在也正在 讲这个大圆满的 这个前行的 这个具体的修法 那到时候 可以看 我们这一座的人当中 已经参加了 这个菩提学 菩提小组的 这个菩提小组的人 正在 正在学习 没有参加菩提小组的呢 也可以从网上下载 这些食品 营品 然后自己看 停 学习 这个修法 掌握好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今天传了以后呢 自己就可以修了 这个非常重要 你们千万不能觉得 这个不能认为 因为这是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 很浅的 不值得修 我们应该去追求 更高的法 比如说就是大圆满 十轮金刚 大手印 中观 千万不能这样子 为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事情 都是首先 就是要从它的基础开始 从它的基础 基础开始 包括我们的时间法 时间的 时间的这个学习的方法 我们不可能 上学的第一天 就去读研究生 读博士 上学的第一天 是什么 就是小学 小学一年级开始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佛的时候 也是首先 我们去了解 佛教的一些 基本的常识 然后再去掌握一些 这个佛教的基础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方法 掌握好了以后 去修 光是我们嘴巴会说 理论上动 但是呢 修行的时候 修行 不修行的话 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佛教是博大精神 就是有很深奥的 这个理论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 这个博大精神 永远都是在文字上的 博大精神 永远都是这个 永远就停留在 这个书本上面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 要修行 修行是非常重要 如果修的话 我们在这个 最基础的这个修法当中 只修一个人生难得的话 一定会改变我们的 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等等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系统 是有问题的系统 每一个系统 这个观点都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 所以我们要这个 更新 更新我们的系统 就是怎么样去更新呢 我们要去吸收一些 佛的这个智慧 用佛的智慧 来更新 我们自己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要换掉 重装这个系统 然后重新要建立一些 这个新的这个观念 我们的原有的这个观念呢 是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 这个就是所有人 就是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先天带来的这种观点 那这种观点 我们用佛的观点去替换 用佛的观点去这个推翻 用佛的智慧去推翻我们的这个愚昧 重新建立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只修一个法 也能够 也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日常生活当中 生老病死 想得的不能得 不想得的往往就是会得 想离开的不能离开 想不想离开的非要离开 这八个是 这八个就是人生的 这个基本的痛苦 八个痛苦 人生的基本八个痛苦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面对这八个痛苦 这个要面对这八个痛苦 那这个八个痛苦 怎么样去面对 如果没有修行的话 如果没有修行的话 那这个就是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如果有修行 有修行的话 我们心胸宽阔 可以这个 直到这个人世间的 真想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问题 自然就是想明白 但是我们不是 这些都不是密心 密心跟这个佛教 一定要这个分清楚 佛教里面没有 没有密心 密心的成分 佛教里面呢 讲的都是 每一个都是很科学的 每一个 这个观点 都有 都有这个 很非常 非常准确的 这个 理论 来证明 来凝证 很多都是 甚至科学 都可以证明的 一个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 不能认为 这些是密心 是知心 但是呢 这个知心 它只是理论 我们不修行的话 那永远都是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会有什么作用 我们学很多很多 一哥法都不修的话 那是没有用了 以后我们学佛的人的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学佛的方向 这个要明确 这个是非常重要了 方向 我们前几天讲的 当然就是有三种方向 一个是人天佛教 追求人天的幸福 人见的幸福 第二个这个目标呢 就是去追求 各人的解脱 消称佛教 第三个这个目标呢 就是追求 天下所有众生的 这个幸福 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 而奋斗 而努力 而付出 这是一个真正的 这个无条件的付出 物资式的奉献 这个无条件的奉献 物资式的这个 这个 无条件的这个奉献 这个虽然是很 虽然是我们很多地方 也看得到这样子的职业 但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无条件的这个付出 物资式的奉献 真正的这个在那里呢 就是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 大乘佛教才是真正的 这个物资式的这个付出 就是要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三个 这个方向 学佛的方向 要这个决定 我们很多学佛的人 学了半天 为什么学佛 到底是为了什么 都不清楚 这样子的话 就是就非常可惜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是学 藏传佛教的这个 很多局势 不好好修行 整天都去做回宫啊 做活宫啊 等等等等 会宫 活宫 不是没有意义 是有意义 是一个积累 质量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活宫 如果我们不会做 不会做的话 光是把很多食物 扔到活里面 这个叫不叫活宫 这不是活宫了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 活宫是不如法的 然后会宫 也是这样子 回宫的时候呢 也是不如法的 这个回宫 这样子也 我觉得很多 绝大多数的人的 这个回宫是 不如法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 还没有学到 真正的这个 迷法 所以我们还是 不会做这些 以后呢 我们不要去 腔调 这个活宫啊 灰宫啊 发挥啊 等等的 念佛 当然是很好了 念锦 当然很好 我们念什么 念金刚锦 念心锦 念铺鲜新元品 念三十五佛 参会文 等等 有很多很多 非常有加持力的 就念这些锦 然后呢 主要都是 主要就是好好修心 要修心 学佛 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释迦牟尼佛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怎么样学习呢 释迦牟尼佛 是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然后就是修心 独化 无量终生 为这个世界 诚心事意地去付出 服务的 一个这样子的人 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的学佛 也是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学佛 也得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不是我们整天去念经 整天去烧像 拜佛 就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不是说 烧像拜佛没有功德 当然有功德 但是 种心 种点不是这个 种点不是 种点是什么呢 大乘佛法的灵魂是什么 大乘佛法的灵魂是菩提心 大乘佛法的灵魂是菩提心 在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 烧像拜佛念经 有没有用 就是没有用 人没有灵魂 就是尸体 就是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大乘佛教的这个 中心的思想 灵魂 就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效称佛教的中心的思想 是什么 出离心 出离心 如果没有出离心 这个消称佛教 连消称佛教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修 那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 是不是我们念经越多 出离心就是 念经年的越多 就是出离心就 出离心就越强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念经 哨相 拜佛跟出离心 只有见解的关系 没有知解的关系 那出离心是 那怎么样培养呢 就是修心 大佐 这样子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出离心 我们一定要好好秀出离心 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时候 大家的这个生活压力 还有这个警政 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宽阔的这个行凶的话 这就是很难的 这日子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人过不下去 所以就是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去自杀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吃不饱 穿不暖 去自杀 不是这些 八成都是精神上的问题 这个我们第一天就讲过了 所以必须要想得通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 它是施舍 一定要想得通 想得开 才能够正确地面对 想不开的话 那这个事情 想不开也会发生的 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想得开也会发生 想不开也会发生的 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问题 这非常重要 除了 除了这个学佛教的修心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外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能够帮帮我们的 心理学 心理学 能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它解决的就是很皮毛的 解决不能解决很大问题 唯一的就是这个佛学 佛学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不是念经去解决 不是烧香去解决 不是这些 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自己的修心去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高度重视自己的修心 不要去做这些形式上的这些形式上的问题 不要看重这些形式上的问题 要重视自己的修心 这样子我们的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去服务现代人 现代社会 这样子才能够 要不然的话 佛的思想是非常伟大的 但是呢 我们不去领悟 不去体会佛的思想 增添就是做这些新市场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这个佛教就是扭砖了以后 变文变质 这样子以后呢 佛教不能为现代人服务 佛教不能为现代社会服务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照到佛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实相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 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那我先念一下 串一下这个传承 这个传承有一点多 可能大概就可能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虽然是听不懂 但是呢 大家不要睡着 就是认真的听 这个传承 念完了以后呢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 都有资格秀这个无家性 这个这个潜心的牵绊部分 就是四个外加性 每一个人都可以秀了 可以自己可以看光盘 听录音带 然后听懂了以后就可以去秀了 这个有传承和没有传承 就是这个差别 这传承是我刚刚刚说的 这个传承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 或者是从莲花省大师这样子一代一代 从来都是这个没有尖端过 这个就是这么几千年 一直都是穿下来的 穿下来 这里面呢 有看不见的 这个 离带的这些 上师们的这个 加持 就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我们还是要听 听完了以后呢 去秀 这就是效果 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念这个传承 这个是四个外加星的第一个 还没有念完 第一个 这个人生难得的传承 人生难得的传承 人生难得 我们修的时候啊 要修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 它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知道 这个人生难得修好了没有呢 这个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生难得 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凡夫人 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 是怎样得来的 怎么获得一个人生 得一个今天我们这样子的人生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就是有机会做人 那牛妈等等 这些这个动物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这个机会 他们为什么没有 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为什么有 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因果的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具备一些条件 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人生 我们就是具备了一些条件 我们就得到这个人生 这个一定会有隐有果 这个不可能是这个无因无果的 那么这个因果是什么呢 因果是什么 要得到一个人生的话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需要三个条件 凡是有这三个条件的人 他下意识一定会得到这个人生 这个是可以去肯定的 凡是没有这三个条件的人 下意识绝不可能得到 下满的人生 人生跟下满的人生 或者是人生跟特别的人生 是有差别的 云云众生 就是扑通的众生 就是这个叫做一半的人生 他就是一半的人生 那人当中呢 动得这个因果 动得这个佛的智慧 动得这个慈悲心 有爱心 这样子的这个人 就是这种人 在这个人群当中 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人 这个这个才叫做这个 这个特别的人生 特别的人生 特殊的人生 我说的这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的呢 就不是不是所普通的人生 就是说特别的人生 特殊的人生 特殊的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 今天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不一定有什么修心上 有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个 这个成就 但是呢 有一个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这一生当中 遇到了这个佛的这个佛法 佛法 我们有机会去学 这么这个深奥的这个佛的智慧 和就这么这个威大的 这个佛的思想 我们有这个机会 那这个是有因有缘的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那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也是有因有缘的 这也是有因有缘 那这样要得到一个这样子人生的话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是必须要收一条件 哪怕是再少也就是一条件 一条件 本来我们局势就是要收五条件的 五条件 杀刀银汪酒 不杀 不倒 就是不杀人 不倒 不投倒 不投别人的东西 然后就是不亡语 就是不欺骗 不巧诈 不欺骗 然后就是不谐音 不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然后就是不喝酒 就这个污垢 但是呢 我们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受这个五条件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能收五条件的就收五条件 如果不能收五条件 那就收四条件 四条件也不能收的话 那就是三条件 三条件也没有办法收的话 那就两条件 实在是不能收 那就是最后一条件 一条件是绝对可以收的 至少也得要收一条件 如果一条件的不收的话 这一生当中 我们一条件的不收的话 下意识 是没有机会做人 天人 没有机会做这个人天非天 没有办法的 那如果我们不收结 去欣赏的话 下意识会是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下意识会 不会躲到地狱 就是在出圣当中 比如说出圣当中 有些出圣 他身份是 虽然是出圣 但是呢 在出圣里面呢 他就一辈子 都是过的 还是比较可以的 就是会 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出圣 或者是这个 恶归岛 恶归岛当中啊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恶归岛呢 恶归岛的众生呢 他是有神通的 他的势力也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圈里面呢 他势力也就比较强 跟普通的这个恶归岛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 他经常没有这个 饥饿的这个痛苦 但是他有另外一些痛苦 另外的这种痛苦呢 人也有的 那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 摩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恶归岛的众生 绝不可能成为这个 绝不可能成为这个 人 天 肥天 阿修罗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考虑就 守戒 至少也要守一条戒 一条戒根本没有问题的 一条戒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守的 这五条戒里面呢 有一两条戒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很容易的 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守而已 这个守的话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就至少也得要守一条戒 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是尽量 尽量 就是说没有守一定要去做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尽量 尽力的去信善断额 根据自己的情况 尽量的去少作罪业 多作三事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也能够做得到啊 佛没有要求我们 从今以后就不允许做任何罪悟 这个我们肯定是做不到 佛没有这样子要求 昨天不是说了吗 佛允许我们犯罪 但是呢 佛不允许我们不该证 不允许我们不该证 犯罪不该证 这样子的话 这就没得久 这是这个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这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三个条件 我们要发源 发源 每当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听法呀 或者大作呀 或者是方圣啊 这个三事 做完了以后 我们不是讲这个回乡吗 回乡的时候就要发心 我和天下所有的终生 依靠我的这个三根 我的这个三根 能够成佛 在没有成佛之前的这个 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所有人希望我们 有机会 做这个 这个懂得心善的人 这样子发心 这样子发源 就这三个条件 由这三个条件的人 下意识会得到 这个特殊的人胜 凡是没有这三个条件的 就不会得到人胜 我们不能认为 今天我们得到的 这个人胜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不能认为 这是无淫无怨的 不是这样 这是有淫有怨 那他的因缘是什么 就是这三个 我们要注意这三个 人生 是非常不容易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 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收解的人 尽量的这个 这个 心善的 断额的 还有发愿的 有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 全世界六十多亿人当中 四十多亿人 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们都是 在不同的层次的 这个修行人 不同层次的修行人 但是呢 剩下来的二十个 二十一个人 基本上都是 就 基本上都是没有 基本上都是不懂的 这个 这个修行 不懂的 这个善恶 这样子的人 那 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 这个 我们现在的 这个人当中 再次 我们死了以后 再次能够 有机会 做人的 这种人 有多少 这个 这种人 世界人口的 总数的 这个占多少 百分之多少 这就很少了 不是很多 所以 人生呢 是 这个 赖之不宜 所以佛 非常犯对 犯对自杀 犯对自杀 佛教是非常犯对自杀的 如果自杀的话 自杀的话 有个 半个 这个杀生的追过 半个杀生的追过 为什么是半个呢 因为不是杀别人 就是杀自己 所以是半个杀生的追过 这样子 因为人生 这么难得的 潜在难逢的 这个机会 为什么自己去 这个结束呢 这是不对的 这是非常愚昧的 所以 我们要 珍惜 这个人生 珍惜人生 我们得到一个 这么不容易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不该做的是什么 值得追求的是什么 不值得追求的是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看清楚 这个非常重要了 那就好好修 底线是什么呢 底线 底线是什么呢 在我们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 我们不认为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 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自从修了这个人生难得以后 那我就是感觉到了 这个人生就是这个乃至不易 乃至不易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就是有这种想法 我没有修行之前 跟修行之后 在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改变 明显的这个 明显的变化 过去我不认为这个人生这么难得 我也不认为要 我要去 因为这个很难得 所以我要去增弃 所以我要去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这种这个想法 但是修了这个法以后 心里面就是有很明显的这种想法 没有修之前和修之后 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别 现在我感觉到这个人生很难得 现在我感觉到这个乃至不易 所以我也就是要下决心 一定要我要把这个人生做到有意义的 只要有这种想法 只要有这种念头的话 那这个我就可以说 这个我就这个人生难得 基本上就修了 不是高标准的 但是呢 底线就是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完了以后呢 就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下一个修法 就是死亡无常的修法了 虽然是修了很长时间 半年一年两年 但是呢 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 没有任何的这个翻译的话呢 那还是要修 哪怕是三年五年都要修 这个我们修心的目的是在心里面 我们自心里面就是要产生这个新的人士 对人生的新的人士 就达到这个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还是要反复地修 这个懂了以后呢 你们以后不需要去问 我的家庭修完了没有 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 家庭修完了没有 任生难得修完了没有 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就修完了 那就可以修 死亡无常了 还没有的话 那就是家庭还没有修完 还要修 这样子 护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化播 护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化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猎犬大壮 守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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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生活在人眼罕至的大山深处 在他们身边 总是会养一只猎犬 优秀的猎犬 不但可以帮忙打猎 更重要的是 守灵团可以利用猎犬超强的感知能力 敏捷的动作 以及对主人的忠心耿耿来防备不测 因此 在灵夜站的工作人员嘴里 经常会听到一些猎犬和守灵团感人的故事 爱云记者 你要是想写守灵团的报道 就应该去他们那里采集资料 没错 我看 你就去守灵团老张那里住几天 他的猎犬大壮 可是非常厉害的 对对 就去老张那里 我们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守灵团和猎犬的故事 很多都发生在他身上 是吗 那守灵团老张在哪里啊 你们能带我去吗 没问题 正好明天我们要上山给老张送物资 到时候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嗯 好的 谢谢 再见到老张和他猎犬之前 阿云想象着那只猎犬的样子 他应该强壮魁梧 毛色光亮 可当天亲眼见到那只猎犬时 却很是失望 他瘦骨灵巡 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看上去就像一只赖皮狗似的 门口那只狗不会就是你所说的非常厉害的猎犬大壮吧 没错 就是他 老张 这位是报社的记者阿云 准备写写写我们守灵园和猎犬的故事 这几天就让他和你住在一起吧 哦 你是记者 是的 啊 真厉害 我从小就崇拜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 来来 赶紧进屋里坐 阿云看了一眼门口的那只狗 他竟然依旧像块石头似的趴在那里 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表现出来 阿云心想 他真的是猎犬吗 怎么看上去呆呆笨笨的一点都不机灵啊 这样想着 他便跟着老张进了屋子 两位工作人员转身去搬物资 这时候那只猎犬也起身走了进来 大冲出去 离这里远远的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猎犬大壮愣了一下 然后沮丧地夹着尾巴转身走出了屋子 阿云心想 都说守灵园和自己猎犬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 可老张和大壮的关系怎么看起来并不怎么融洽啊 阿云 阿云 来喝点水吧 这深山老林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 真不好一丝的 老张 听说你有很多关于猎犬的故事 你可以用它来招待我吗 哈哈哈哈 这样吧 明天你跟我一起带着大壮寻山 多跟他接触一下 慢慢你就能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了 嗯 好的 谢谢你 隔天 老张便和阿云带着猎犬大壮走进了山林 这一刻他才发现大壮身上那脏兮兮皮毛的作用 他已经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原来是这样啊 要不是跟着一起出来 我是很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什么啊 老张 我第一次看到大壮的时候 觉得这只狗怎么这么脏 你也不知道给他洗洗澡 今天我才知道他这身肮脏皮毛的好处 那简直就是最好的伪装啊 你说他没错 如果猎犬的毛法也像都市里的那些宠物狗一样漂亮炫目 那不就将自己完全曝露了吗 怎么了 他是不是发现什么危险了 他这样是觉察到前方有些烦人的动物 所以狂叫几声将他们吓跑 我想前方应该是一群狐狸 一群狐狸 他们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吧 当然不会了 狐狸的胆子小着呢 大壮这么一叫 他们就都跑掉了 再说了 要是真有危险 大壮他早就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然后找机会对敌人进行攻击了 哦 昨天我看他趴在那里也是一动也不动 不会也是觉察到什么危险了吧 他昨天之所以一直保持警惕 那都是因为你的到来啊 他那是在观察你呢 啊 也就是说如果他判断我有危险的话 很可能会突然朝我发起攻击 没错的 所以当时我大声将他喝斥走 我这是让他知道你是我的客人不能伤害 天啊 看来你的这只猎犬真是不能小看啊 当他们来到山谷小溪旁时 猎犬大壮立刻将身体紧紧的蹦向一张弓 然后朝着前方小溪旁 一块突兀而起的大石头狂叫不止 天啊 怎么回事 他这是发现什么了 老张急忙来到了大壮身旁 一下子将他抱住 猎犬大壮在老张怀里渐渐的放松了 那凄厉的叫声变成了轻轻的乌烟 好了大壮 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就离开这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刚刚猎犬大壮简直就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 好了大壮我们走吧 阿云看着前方恢复正常的猎犬大壮心想 这只狗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他刚才的样子看上去好像非常害怕 但却还是做出一副要发起攻击的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走了回家吧 嗯 老张大壮去哪里了 我让他到外面去了 我担心他晚上会吓到你 不过今天在小溪边 他的样子真是吓到我了 当时他怎么会那样呢 感觉他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对了大壮他有害怕的东西吗 有的 你知道金环蛇吗 我听说过 那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蛇 据说被他咬过的人或动物只有死路一条 没错 那是去年夏天 我带着大壮去寻山 走的路线和今天我们所走的路线一模一样 啊 这么热的天没有水可不行啊 不过好在前面有条小溪 走 我们去打点水 这河水看起来清澈透底 喝起来一定会清凉痛快的 接着老张拿出水壶准备盛溪水 而在老张身旁一块突兀而起的大石头上 一只金环蛇正立在那里直直的盯着西边的老张 老张临时觉察到了什么 他扭头朝那大石头望去 一眼看到了正盯着自己的金环蛇 哎呀 金环蛇 突然 那只金环蛇朝老张发起了闪电式的袭击 面对他突兀的攻击 老张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等于将自己的手直接送到了他的嘴里 就在这时候 大壮狂叫了一声扑了过去 金环蛇一口咬在了他身上 大壮惨叫一声但依旧没有退缩 他用自己前脚大力地拍打着金环蛇 蛇受伤后就快速松口逃走了 大壮没有追赶而是紧紧地护着老张 糟糕 大壮 你被咬到了 这要如何是好啊 此时 大壮的嘴里开始往外冒着白沫 接着他身体抽搐了起来 老张急忙抱住他 大壮挺住啊 我们这就回家 我一定会救你的 喂 王兽医 我的猎犬被金环蛇咬了一口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你快来救救他 被金环蛇咬了 不会有救活的希望 等我到了你那里 他早就咽气了 啊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说真的 我是没有办法的 老张听后挂了电话 然后守候在猎犬大壮身边 他此时已经闭上了眼睛 老张一边抚摸着他 一边喊着他的名字 大壮的耳朵轻轻动了一下 然后 微微睁开了眼睛 大壮 你要挺住啊 大壮 大壮 就这样 老张一直守候在 猎犬大壮身边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着他 一遍一遍的呼喊他的名字 而大壮每每听到主人的呼唤 就会努力睁开一下眼睛 两天过去 大壮竟然挣扎着站了起来 大壮 大壮 你终于醒了 真是太好了 大壮 你身体太虚弱了 不要乱动 我这就去给你做点热汤 不吃不喝两天了 你一定又渴又饿 说完 老张匆忙的去厨房 要准备吃的东西 大壮看着老张进了厨房 于是便缓缓地朝门口走去 大壮 香喷喷的热汤做好了 诶 奇怪 大壮 大壮 你在哪里呀 怎么回事 刚才他虚弱的连走路都走不了 现在竟然不见踪影 我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他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据说当一只狗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就会离家出走 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静静的有尊严的死去 因为他不希望主人看见自己死去时丑陋的样子 更不希望自己的死亡为主人增添痛苦 大壮 谢谢你救了我 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然而又过了三天 猎犬大壮竟然回来了 而且他已经彻底痊愈了 大壮 大壮 是大壮 大壮 你跑到哪里了 我还以为 算了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用兽医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大壮他彻底痊愈了 又恢复了过去的那种活力 只不过每次走到西边那块石头时 就会无条件反射似的咆哮不已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 大壮之所以有那种反应 是因为害怕吧 不 你看他当时把身体绷得紧紧的 脚爪狠狠的抛到地面 这一举动表示他丝毫不胆怯 而是在宣战 他想要和那只蛇再战一次 以血前耻 大壮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猎犬啊 在他身上只有忠诚和勇敢 没错 他就是我最亲的亲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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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